各位主管 保衛同仁 大家好 刚才听到董事长的回答 所以我跟你讲 军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十几岁养成计划 你讲得越多 问题越多 你想得越远 所有讲出来的话都已经漏了 我们今天本来准备的功课没有那么足 大家一听到你这个一打 我们功课都不要做了 通通前在这里面 这边请主席财士 请议事组通知郑分寺主任到场 我们既然这样子 从你嘴巴讲出来 请联络人通知一下郑分寺主任 请服务联络人联络郑分寺主任 我这边第一个问题 我讲酒厂的问题 等郑分寺主任到的时候 我再跟你请教 我第一个问题 今天公务局很轻松 你不要怕 所有的子弹不会打到你这边来 都打到酒厂那边 我想请教你一下 东影中柱港 家产的这个工程 你说在5月15号又要上完招标了 请问一下你修正 你到现在已经标了一年多 我从来也没有听到你打一通电话给我 说东路长这个延产的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本来在那边施政报告 我想问你 我想在这边请你说明白 因为这个机会 请主席财士公务局长做回答 请你正正确确说明白 我们到底怎么办 我们在新的台马堂到了建造完成之后 我们的码头是不是还可以没有办法标出去 请主席财士公务局长做回答 好 请公务局长答复 好 谢谢张议员的一个指教 那我们那个中柱港南码头的延伸工程呢 我们原先是踩那个全套管的方式 全套管 那全套管的方式呢 我们为什么要踩那个全套管呢 因为前期的工程 前期工程就是踩全套管 所以我们后续接着是一样用全套管 那这个全套管工程呢 那我们是跟那个冬局的盟奥码头 两个我们是想说把那个工程的规模做大 那结果这个全套管呢 只要是它的规模不够大 规模不够 再加上把那个盟奥的加进来 那厂商意愿不高 那这个意愿不高呢 我们有发包三次 一直发包不出去 那我们就拿回来检讨 那检讨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全套管的工程取消 用中立市的 那接着再把那个盟奥的部分呢 再把它切出来 那中立市的码头呢 我们现在已经 在5月15号上网上 去招标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会注意一下 现在我们一上网上去以后呢 嗯 依据承办人他有告诉我 已经有厂商电话来咨询 这个几率是比较高 既然 你都知道标不出去 我们第一次设计的时候 就是要用重力 就用成箱的 你的偏偏 县长 说你把我另外变更一下 因为打砖的你就变更 变更变到三次以后 回来又论住你吧 我真的都想不透 你们到底每天在想什么 因为打砖的 动员会都动员到几百万 因为城乡呢 他只要把它探康好 把地基然后弄好 城乡拿过来放下去就好了 你们偏偏就是要这样子 冬局几百万的一个小波块 你就放在东营 他东营四周 他固起那个床拖到那边 都拖了几百万了 还要去做 外岛的工程就是这样子 你们偏偏不听 东营喔 从仰线长散任下来 几个工程都是演大 不是演大就是做了不行 你手上就三个工程 一共有四个工程 第一个工程不关你 台马轮演大 中柱桥 包括 自在水档属于你的二级单位 做到两个蓄水池现在漏水 我们现在在下雨水库是满的 那两个地方一定也可以抽 当没有水的时候怎么办 水库假如没有水的时候 那个指导水库还有水抽吗 一定抽不多嘛 一定两个月没有 假如两个月没有下雨 东营水库下降 那个指导水库还有水抽回来吗 我都想不透你们在干什么 下中柱桥 我可以体谅 那种冬野积分开始 我那天在东营考察的时候 我也搬 不是如果搬了人家讲话 我也当 确实在那么 他们雇人的那种天津机下 没有办法请到工人 但是他们品质做得不错 我们在研讨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做一个改进 三个工程做到这样子 我也希望局长 这个三个工程 我是习惯在今年年底之前 一定要 我上次也跟自来队长 刚才讲过 今天去找经费来 你就算一千六百万 是要准备修理这两个反漏的 但是要找一笔经费放那边 万一东营水库下降的时候 那个要在清淤泥 那个钱要保留在那边 到底我要拿钱 我有这个构想 当没有水的时候 我再去找钱来 又来不及了 我是希望自来队长是你二级单位 你这三个工程 我希望在年底之前 把我做好 是 好 局长请坐 那 其他事情 应该我们的炮口 就指向我们的酒茶 我第一个问题 我请教一下 我们财政局局长 你担任公务人员有几年了 请主席财政局局长做回答 好 请财政局长答复 主席 好 谢谢张员 我担任公务员将近23年了 23年 你担任财政局长几年 快四年 快四年 酒厂从你手上 到现在为止 董事长也没有尊重你 所有事情都没有跟你商量 原则上我们都会有一些互动 原则商量 你认为 我们占价的这一段过程当中 从我们五月十六号 我们县正考 十六号到东宁 从我们四点开始 我不讲前面 从四点开始 我们的作业程序 也没有缺失 我讲五月十六号 四点开始 刚才董事长讲 四点零一分 船针到东宁酒厂 四点开始 这个作业也没有缺失 你当公务人员 二十九号董事会开会 就允许准备要展价 他到四月份 他还不知道要展价 这种话 什么人听的都会吐血 三月二十九号开董事会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 可以占价 占价幅度多少 可能是没有关系 但是他都 刚才答复议员说 四月份他还不晓得要占价 我今天在讲 这个董事会全在在干什么 有什么权利 东宁酒厂 马祖酒厂属于我们整个连江县的 这个董事会 这个东西不是他的 找这个产品是董事会的 今天开会决定要占价 他绝对不会透露亲密 这个酒厂是我们连江县 我当董事 我一知道要占价 我马上就通知我的亲友了 我还要经过这样子去做 我讲军人就是军人 董事长那天很客气 不要讲我们是退不会的 我可以跟你们董事长讲 跟副县长讲 跟连江行业经理讲 假如你有这么伟大 都愿意回来帮乡亲做事 我认为你不要帮连江县做事 你帮国家做事 我们的副县长少计长退伍 我们的董事长上校退伍 我们的连江行业经理中校退伍 为什么占价从试点发布 你既然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极机密的 包括到议会来 我们讲的客制酒 一旦讲三千公斤钱多少钱 一万公斤钱多少钱 本来这个公斤钱越多 我的价钱越便宜 你们跟我讲说是极机密 开会的时候还要极机密进来 所有人都不能进到 还要警察在外面的 哇我真的看到你们这些人 刚才本来这个站架是最极机密的 国务人员干了几十年啊 好局长请坐 下面一个问题 我请教一下我们的董事长 我允许你 你占价的经过 我请你说明 好主席才智 董事长就回答 你一五一十的 我也不会打断你 我也尊重你 你源源实实的 你讲出来 你的过程 好请董事长答复 谢谢自然预言指教 首先我要表达 刚刚如果对曹议员的回答态度 有不好的 我在这边诚心向曹议员道歉 也向马祖相亲道歉 五月十五号 我们县议会议员 议员女士先生到我们那边考察 三个半小时 完了以后 我们在会中有讨论到 调整价格的事情 那么我们在五月十五号下午 我们开了一个会议 完了以后 第二天我到东营 我授权行政经理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我在东营的时候 四点四十五分 我从厂展室离开 去看我的员工 去问候我的员工 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 我们所有的员工 都知道涨价的事情 所以我第一个时间 我就到东营的厂的批售部 我就发现 已经消息走漏 所以我单机立断 做了后续的处理 容许我后报 那么我从东营那边 厂展给我的回报 是四点零一分传到的以后 文书人员就把它拿到 这个批售部 那么这个时候的批售部 的过程都已经知道 那么在办公室里面 有两三个的同仁 也都知道这个事情 至于是谁把它传出去 我们目前无从知晓 那么第二个 我知道了以后 我做后续的处理 我跟我的行政经理通电话 马上要采取措施 结果我打电话回南竿 南竿也有这个状况 开始有一些购买的状况 那么购买的状况 当天从四点到五点 半这段时间 确实有很叙述的 这个采购批售 那么其他零星的 都属于正常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为了大众的利益 不影响大多数人的利益 所以我采取措施 第二天暂停调长 那么这个状况 我第一个时间 因为人在东影 我就跟县长做了报告 第二天早上 我回到南竿 我一个早上都在批售部 那么一整天 17号的一整天的批售状况 包括东影包括南竿 都已经恢复 常态 恢复常态 那么我在东影的期间 以及在船上的 坐船两个小时期间 也有一些相亲打电话给我 都来询问我这个状况 当然 询问的状况里面 意见纷扰 都在确定 确认是不是真的 我的回答是 明天早上看报纸 明天早上看报纸 因为我已经做了 这个紧急的应变处置 所以说第二天早上 一整天的批售状况 只有前一天的 百分之六点四到八 所以已经恢复正常 这个是我第一个报告 第二个 我们三月二十九号 董事会授权 并没有授权 什么时候要做价格调整 也许是年底 也许是明年 所以刚刚议员 来问我的时候 我说我四月份 我自己都不知道 要不要涨价 那至于说 五月十五号下午的会议 我是因应 五月十五号的早上 议员女士先生在我那边 在我们公司会议室 考察了三个半小时 然后其中也有讨论到 这个价格调整的问题 那么那时候我的员工干部 也有很多在里面 也有很多在里面 那么议员们也有在 离席在外面休息 或者上洗手间 那么期间 也有我们的员工 事后也告诉我 说会不会有涨价 我的行为是不回答的 因为我知道我的角色 实际上 五月十六号下午 四点钟以后 我们的批售部 我自己查了结果 我们的批售部 两位批售员 并不知道要 调整价格 所以他都觉得很惊讶 所以他就一直告诉 乡亲没有这回事 我自己本身 从东宁也亲自打电话 给我的行政经理 请行政经理去批售部 跟我们的乡亲做说明 所以到了第二天的状况 才会有平息 这个资料在我这边都有 确实十六号那段时间 其实我们看的这些店家 超过大额的 也就十来家 其他的额数都是很少的 很少的 那我自己本身 礼拜六 礼拜天两天 我徒步式的 我去了清水 我去了福澳 我有去的马杆 也在三龙的店家 做了一些走动 有的店家有支持 店家都支持 那么我所了解的 他们从十七号开始 他把所有的酒的价格 提升到最原始的 我们酒厂 给店家们的建议售价 因为这个市场机制 是原来 五百块的东西 他为了赚十块钱 五百一十块 他也卖 那么现在 他们都已经 恢复到原来 我们给他的利润 店家是 乐观其成的 那么店家也有告诉我 打电话告诉我 说 如果说店家的价格 都到了一个水平 达到了他们利润的目标 我们酒厂的这个零售部 我们酒厂有个小小的零售部 在这个接待室里面 因为为了观光客的方便 他就告诉我们说 价格能不能把它再抬高 基本上我们公司的做法 是不与名争利 希望所有的观光客 都到一般的店家去买酒 后面这一段 我想关于讨不讨账 应该不关于后面这一段 是 刚才你讲了很多 我再请教你一下问 是 你5月17号 你讲恢复挺进 你5月17号早上的 成高一品批发价是多少钱 5月17号 你从东影回来的星期五 你一品批发价多少钱 成高 东影成高 对 东影成高没有变 还是560 对没有变 所有价格都没有变 所有价格没有变 你是不是说 你参加来订货可以 你要按照 我万一 我现在目前是涨250 可能再过一个月两个月以后 我是只涨100块 你要以这个价钱来批售 是不是这样子 没有 还是560 没有完全没有 好完全没有 那请问一下 你那天晚上传真上去 那个公文是 儿戏还是人家乱传的 对不起 这个公文是我们的承办人传的 我刚刚特别报告 因为这个传了以后 造成民众的这个抢购也好 因为只有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为了不使大多数人受到利益的伤害 所以我们做了紧急措施把它暂停下来 那请问一下我们批售部批发到几点 批发到五点 批发到五点 4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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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天你知道东营作业到几点 东营的作业 对那天批售部作业到几点 因为那天我在4点45分到批售部的时候 批售部是没有人的 没有人的 那南干那天作业到几点你知道吗 因为我人在东营 你也在东营 也不知道 你不是说你都会掌握讯息吗 你跟他讲啊 你都会掌握讯息 掌握任何一个问题啊 现在南干那天跟东营那天 这么说听一下 要记住 假如查不好 我不能对你怎么样 可能就反应在年底了 不管你薪水也不薪水 我们一字嘴意就把你扔到海边去了 喂雨了 你要查清楚啊 不要任何有私心 我今天请你振奋式查 从一月份到五月十五号下午 所有人批的名单 要列分也给我 另外 从去年一整年的批售 东营跟南干的批售的名单 要列一份来 刚才董事长讲说 他没有在三月份 董事会要占价之后 没有走漏消息 本人就接到一个密报 这个人平时批酒 只有批五到十箱左右 但是到了四月份 他批了几百箱 我现在就交叉分析哦 我是认为说 今天你酒厂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你为什么做这么鲁满的一个事情 那天我们议会到你考察 我可以还原真相 我们议长问你 你这个成本分析出来 你跟我们所有议员报告说 因为成本高 利润比较低 我们议员同意你占价 你回答议员说 我们占价这个法案 跟这个稳 已经放在那边很久了 现在目前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占价 是这样子回答我们议员 包括议员 然后呢 然后我们问了一些问题以后 就结散了 你去查查看 五月十五号下午 到五月十六号那天 这些名单里面 有没有议员哪个透露他去买酒的 这段时间没有人买酒啊 很正常 为什么 议员听得认为说 这个酒在去年的时候 都已经要占了嘛 只是拖几个月而已嘛 那几个月 根本民众根本也不 不注意这个区块 现在网站上写啊 听说议员买了几百箱啊 可以查 我最后叫这么多查 把名单以后都公布 为什么不公布 你有牌照就可以披酒啊 为什么公布公布 现在东瓶现在要告你酒厂啊 你已经 我们发出力要占价啊 你现在不占价 不占价没有关系 现在消费者告你了 本来我一瓶喝到五百八 我现在要买六百二六百五 才买到酒 我一瓶要多几十块才买到酒 消费者又要告你了 我现在烦恼了 所以说你们今天包括财政局 包括你的酒厂 今天董事长 你就算是军人出身 你在任何的保密方面 保密的行政程序方面 你应该要做得很好啊 这种吻可以这样子用船真的吗 其实你这个吻 你干嘛要经过四点钟 干嘛要船到东瓶酒厂去 船到东瓶酒厂啊 一船过去 我查结果啊 一船过去一看 哎呀 站到八百一 诚高占价了 才四点 这个东西 你董事长 应该拿着这个吻 跟财政局局长 你跟现场报告 还不要经过财政局局长 可能财政局局长 也会泄露机密 今天我们拿这个吻 到现场室 请财政局局长 四点半以前到达现场室 三个人坐在那边 你的吻必须要经过财政局局长批 因为你是他二体单位 他千万用现场批四点半 发布新闻 因为你的吗 你四点半 南干跟东瓶已经 不能批售了嘛 然后四点半 我们船到东瓶酒厂 还要跟他 四点半以前不要船 假如你真的要在四点二十分以前船 你必须要跟厂厂讲 你在船政局里面等我 我一分钟以内 船政到你那边 你所有人都不能透露这个新闻 你不是啊 患者我我也是啊 船到那整个办公室的 一听了 哎呦 乘高站架了 人家听了 哪一个不打电话 那个不打电话是死人啊 那个不打电话是死人 你懂不懂 那不是活人啊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都没办法做 你还要说 我们以后酒厂有希望 然后啊 我再想啊 你占价250块 我马酒酒厂已经是暴利了 你成本怎么分析了 我请问你 你现在560 你就有利润 你占250块 乘高560好不好 你不要说多 赚50块好了 你现在占 你占了250块 你是不是一瓶酒赚300块 哎 消费者看看 哇 你这个 你酒厂都是暴利嘛 你一瓶酒赚几百块啊 你都没有 顾虑到这个问题 你不是说 你的技术经理 你们这个行政经理 都是以前 都是老干部 都是做生意出来的 大家 我想到你们这些 这样子处理方法 你现在要面对哦 要面对哦 假如你要战价 举官乘金怎么办 你四点多 我怎么到批发部来买酒 我北干乘金 你哪干有批售部 我妈妈举官跟北干没有 我怎么办 那天是什么状况 那天我们东宁没有银行啊 你知道不知道 你四点发布 台湾银行也关门 三点半关门啊 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啊 马祖人不是没钱啊 他到银行马上开个支票 寄起支票给你啊 东宁就是为什么 邮局领钱领不到 邮局局长说 他叫你怎么办 怎么办 你要加班啊 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邮局呢 被我们百姓折腾了在那边 我跟你讲啊 只要排五个人在那边 你第一个卖给他 你第二个不卖给他 你看一看 怎么办 南干就到11点 以后你酒厂上班就到11点 你每天以后就到11点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都做不好 我们还有什么习惯 这个一个简单 你稳抱了财政局长到现场是 四点半 现场一批 马上发布新闻 我们同意你占价 是希望乘高占价一点 我们的利润能不能多一点 照顾我们的县命 不是啊 我请问你 你现在乘高一瓶 可以赚多少钱 还是亏本 你的250块 你假如说你只赚200块 你可能就 以前就便宜卖 亏本 亏本50块 那我们的利润怎么来了 我看一看 从你回答当中 从各方面的表现当中 我上次也跟你讲啊 这个酒厂 由你夜董来管理之后 酒厂的风味 各方面的气氛不错 整个厂管理的不错 又来了这一招 改来来了这一招 让我们招架不住 你现在不占价 不占价那些人要告你了 好我今天再跟你讲啊 你分析占250块 这个酒啊 不管东西哪一个乡亲 假如就500万 他丢了那边 都比银行的利息多十倍好 我看你什么时候占价 你占吗 你占吗 我就不卖了 董事长好不好 我再给你一个难题 我准备2000万啤酒 你560卖给我 我不管你占不占价 好不好 你的明明答应本息 你知道这个事情多严重 所以说你要今天要 处理这个事情 你更应该要慎重 很慎重的 我批发布是四点半下班 我要跟财政局长 这个事情 还不能让财政局长 但是因为行政伦理的关系 你必须要智慧它 你跟现场报告 我什么时候占价 我在那天 我拿出来 请财政局长陪同 到你办公室 我一批马上发布新闻 我们以为不是说不让你占价 我们以为说你合理的 把合理的成本分析出来 我们统议你占价 你占价 因为议长也给我多少 我认为总事长 你应该回去好好地思考 错就是错 对就是错 没有这个东西 你处理这个事情 我跟你讲 糟透了 糟透了你懂不懂 现在你不要管哪一个人买 我现在请政分事 就查这两点 到底也没有泄密 这不是四点以后 这四点以前 也没有人泄密 这就是说 从一月到五月 你三月二十几号开会 你绝对要占价以后 这里面也没有泄密 我知道 有一个人 有人跟我 他讲的是二十几万 我手上讲几百万 他以前批酒就批五箱十箱 但是从这一个月前 或者两个月前 他批了几百箱酒 你算算看 一箱赚三千块 他批五百箱赚一百五十万利润 一百五十万利润 一百五十万利润 他再转卖给人家 他最少可以赚一百二十万的利润 五百箱就在多少钱 才三百多万 五百箱酒才三百多万 这个投资报酬率是多少 你看一看 所以说董事长 这个不是专业的领域 你应该去好好想一想 这个正常来讲 这个占价 只有你跟现场两个知道 任何人都不能知道 包括董事会都不能知道 为什么 这个酒产品不是他的 你让他知道以后 他马上买酒了 这个公司的产品是他 都是这些董事的 当然他不会洩漏出去 你去思考这些问题 这不是我教你做生意 这是最平常的知识 不要说小生都知道了 这边讲那边干什么 好 这份是主任 我是希望今年一月份到五月十六号以前 就占价四点钟以前 到底哪一家长山哪一个名字批多少钱 然后去年的一整年就好了 我一比较就知道哪一个 哪一个这个了 我平时都平时都是买十箱二十箱啊 我一下子怎么可以买七百箱呢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嘛 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还要脑筋去想 我用屁股想都知道啊 我是希望你要为这次的缺失 你现在不占价都不行 我现在跟你讲 你家三家已经买了 跟我没有关系 我没有买酒 我要买酒我没有差 我现在跟你讲 那些三家买了以后 都已经团体在那边了 包括去年 许董事长在头 我就跟他讲 我已经跟东宁三家讲 陈高一定要三家 一定会占价 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占价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他说业绩很好 我那天把袋子掉出来 我问题就占价 我叫东宁乡金买 就买两三千箱啊 我想陈高一定会占价 因为五百六太便宜了 我个人来讲 五百六太便宜了 但是你今天这样两百五十块是太贵了 你要算算看 这个酒拿到餐厅去卖 他一瓶卖多少 你今天批了八百一 餐厅赚了一百四十块 九百五十块 请问一下 这种酒分来餐厅可以值九百五十块吗 要考虑到双方面 考虑到我们酒产的利润 考虑到员工的生活 考虑到参加 他到底他的利润多少 我不反对你酒占价一百块上下 我真的不反对 这不是犯马欧炮的问题 可以从我谈话当中 但是你占的幅度 你算算看 五百六你占两百五十块 占两百五十块 百分之四十几 所以说我是希望你利润这几天时间 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在总咨询的时候 我还要请你进来 来报告你未来你怎么处置 不是说你十七号那天停 你十七号那天停的 你都很正常 我跟你讲好不好 我现在跟你讲 我拿两千万给你 你现在五百六万给我 我跟你讲好不好 不出几个月你一定要占 我不晓得你占多少 你最早会占几十块 我也是占 都比利息好 那天是东宇没有银行 是邮局在那边 提管机两部都提了 一块钱都没有了 后面怎么办 请问一下哪一个邮局放几百万 直接转账 只有三家嘛 住家哪一个像我们这种人 怎么可能邮局放几百万 最多放了几十万 直接转账 你那天假如东宇有银行 你假如在三点半 三点以前 没有停你一两亿 你看一看 你不涨 你试试看你不涨 我希望十七号独自然 冷静的思考这个问题 不是你刚才讲的 我十七号就已经恢复平静了 那你就儿戏了 以后你讲的话 你没有人听了 你就儿戏了 而且这个东西四点半 你传上去以后 销售部已经停止了 我传证局的价格 以后你十一个小时作业 你绝对来得及 你因应明天作业 销售部一定来得及 你把价格表通通录好 你传证上去 再讲一句话 你传证上去 你还要 你占价还要智慧 东影酒厂 团长吗 你一定传证那个价格上去给他嘛 明天按照这个价钱来批售嘛 简单的事情啊 都做得这么复杂 还搞出我们以后要赚多少钱 赚几亿 翻三方 翻六方 这么简单的小学生都会做 小学生为什么会做 做弊的时候 他说不要讲 别说了 所以说 董事长 我很诚恳的 我们今天 今天你答复议员 在后面 往后几个议员回答 你要很诚恳的 没有关系 人都会错 我们也是一样啊 你接受我们民意的监督 我们是受民众的洗礼 我们今天做不好 民众就把我们罢免了 你现在怎么办 我现在回去东营怎么办 我东营批了一千多万 他将酒厂当儿戏 我怎么面对这些人 我怎么面对这些人 你监督的单位 都是这样的作业吗 今天民事部长干工人干几十年 有这种情景会发生吗 我本来是请民事部长起来 民事部长最近也没什么权利了 那副县长来不来 我对我来讲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来不来 我最好他不要来 下次我碰到他 请问你来议会干什么 我会问议长 这个人到底是哪一个啊 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 很久没有来议会了 我也不知道他是副县长 对我来讲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今天酒厂事情 我抓你一个就好了 抓你县长一个 两个人就好了 我刚才跟你讲 我还不要财政局长知道 但是因为行政轮理 他必须要跟着你一起进去 你是他督导单位 好我希望董事长 后续还有几个议员 我希望你也很老老实实的 跟议员 怎么处理 往后怎么处理 一定要很诚恳的 不需要 对不对 目前酒厂氛围很好啊 几个员工 包括行政经理 技术经理 跟员工都相处得很好 员工也给我反映 这个董事长来以后 历任这两三任 这个董事长来最好的 跟我们员工打成一片 目前是这样子 我们先把厂内 先安内吧 再栏外嘛 三四个月 你能做出什么成绩呢 你能做出什么成绩呢 最少现在酒厂的氛围很好啊 大家员工都 相信你都很像你啊 这就是你的成功啊 你搞了一套这种 这种把戏出来 还说我们议员透露消息 我相信是说 我们考察完 到16号那天 有多少人啤酒 你没有多少人 代表议员 根本就没有泄露精密啊 那天你没有 你只是说 我要调长 那个我已经放在那边了 什么时候这样 确实是不知道吧 好董事长 这方面你请坐 我希望你好好的回答 每个议员 谢谢 好请坐 休息十分好不好 谢谢